建造的陵墓中最大的陵墓 这是拉荷米拉尔的陵墓 里面有十八王朝 门海塔普森士时期的 精美的手工彩绘和雕刻作品 这是拉美西斯阿尔氏的妻子 纳法尔塔利的陵墓 在这里的彩绘中 我们发现其艺术水准有所提高 达到了全新的境界 其中许多图像的笔法细腻 栩栩如生 特别是部分图案中的王后 更是面容娇媚 身材苗条 这是乘坐太阳船 去朝近的尼罗河之旅 其中有一些已故者 如伊祖斯和海夫勒 这是西提一世的陵墓 王后谷中最大的陵墓 与十九王朝雕刻在岩石中 至今其中的壁画颜色鲜艳 图案精美如比 这个陵墓的记载 可以使人了解到 希腊对埃及同一时期的史实 陵墓被命名为巴祖尼 于1817年10月17日发现 工程师塞内姆德在山奥中为哈齐普苏特女王修建了这座神庙 以永久纪念他 神庙位于三面山壁之间 采取了阶梯定径等建筑模式 另外还建造了许多宫殿 共祭祀 为阿蒙神 爱努比斯神等举行仪式之用 这座神庙没有为举行宗教仪式和女王的葬礼或他的父亲塔赫塔米斯一事等提供服务 但是为崇拜太阳神阿蒙建造有单独的场所 同时还为侯乐武和提的儿子建有宫殿 在面向太阳的屠宰场设有圣标 另外还有为爱努比斯和哈特侯乐建造的宫殿 这座神庙实践于哈治普苏特女王执政的第八年或者第九年 建造的过程中使用的都是上好的石料 神庙的壁画清楚地讲述了哈治普苏特女王和塔赫塔米斯三世之间的敌对斗争 当时她还年幼 哈治普苏特女王废齐自立为王 在哈治普苏特女王时期 这座神庙命名为阿蒙圣宅 至于海宅一名 则是公元七世纪阿拉伯人征服这一地区之后的阿拉伯语名字 在那之后 科普特人把这里当作他们的修道院 我们现在参观的是拉美西斯二世拉姆斯尤姆的寄葬庙 这个神庙以古埃及语名字 汉特瓦斯特著称 希腊罗马文化中称 曼努尼尤姆 这里的雕像与埃塞俄比亚英雄门农神像类似 而巨大的塔赫塔米斯和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 则是把这些雕像称为门农的原因 他在不远处建造了门农神像 希腊罗马文化也认为这个神庙就是国王奥子门德雅斯的陵墓 至于神庙现在的名字则被称为拉姆斯尤姆 神庙的第一个建筑雕刻了许多名文和面向内部的著名名圣图案 拉米西斯经常把他的征战伟计记录在墙上 主要是他的个人功绩 现在我们面前是著名的被称为哈普城的拉米西斯三世城 这个神庙被认为是新王国时期永久纪念法老的最大神庙 神庙东西长320米 南北长200米 是单独的一个神庙 据记载 建造工程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包括神庙自身及附属的内部长墙 第二阶段始于拉米西斯执政三年后 这一阶段建造了外墙和两个大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一些碎了的建筑房屋的土砖 已经移到了一个小山丘旁 这些土房屋是罗马人给仆人居住而修造的 在神庙的南北两侧 我们还看到许多居所 是专供祭祀 国家要员 奴隶所居住的 大约可以安顿2500人 同时 拉米西斯三世记录他的军旅生涯 他的战绩全部记录在神庙的外墙上 这是按照大多数勒阿玛斯人的习惯做法 当初的勒阿玛斯人喜欢自吹自擂 歌颂功德 哪怕是败笔 他们也要写上几笔 特别是在拉米西斯二世时期的战斗中 在第一殿中有两个支柱装饰 柱子上有精美的雕刻和图案 长墙上也满是图案和各种绘画 色彩绚丽 我们现在在第二宫殿的院子里 旁边有许多柱子 上面布满漂亮的雕刻图案 这是具有翅膀的太阳的图画 现在我们到达盖比里绿洲中第六绿洲的首富丹达拉神庙 当初的生神哈特侯勒具有不同的形象和德行 他的首要职能是爱神和喜悦之神 因此埃及人称他为爱夫鲁迪特 而希腊人则称之为爱神和美丽之神 丹达拉在埃及神话中非常著名 可以追溯到创造之初 当时这里是发生在伊德范神哈图勒和恶神斯特之间的重大战场之一 众所周知 在这些战争之后 伊德范神侯勒斯取丹达拉神哈图勒为妻 哈特侯勒在埃及的宗教意识中以不同的形象出现 有时是头戴光环 生着两牛角的女人形象 之后又发展成生着两只牛耳的女人头像 这是哈特侯勒描绘自己的图案之一 随着基督教的传播 一部分神庙改为举行基督教仪式和宗教活动的教堂 这是伊比迪斯地区西提一世的神庙 也有人说是二世的神庙 这是自第一和第二王朝以来 在其之后最主要的城市 神话中说 成为死者之王标志的死神奥祖里斯的陵墓 应该出现在伊比迪斯 埃及人已经把参拜奥祖里斯的陵墓作为了一种义务 希望两个身体能够归来 享受圣地桌案上的现生 伊比迪斯成为参拜的圣地 许多埃及的朝圣者从各地前来现生 以便奥祖里斯在生前和死后能够喜悦他们 这是公元前237年到公元前212年间 耗时25年而建造成的侯乐斯伊德范神庙 而随后的彩世工作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07年 由于在上埃及发生骚乱 神庙的建设曾经停止过一段时间 公元前142年 第七托勒米王朝时期 由类祖提斯恢复建设工作 许多国王参加了神庙的修建和装饰工作 直到公元前58年才完工 这是保存在坟墓中的阿俩来的图像 而当初则存放在节日里 由祭司运送来的船上 我们现在走出伊斯德范神庙 留意一下坐落在尼罗河东岸上的库姆安普神庙 神庙由旧神庙的遗址前程组成 而后人就是在这两处的基础之上 建立的托勒密城和更多的神庙 库姆安普普神庙的头像很有名 他可能在侯勒斯苏北克神庙中也存在 神话传说为我们讲述了苏北克 是如何把他的兄弟侯勒斯驱除出家园的过程 以及他如何聚集起家人 以及跟随他的人逃到苏北克抛弃的地区 那里地处荒蛮 他利用魔术使死者复活来从事这个工作 他们服从于他 但是他们挥霍金钱去换取粮食 不久大地干涸 变成了既没有食物也没有植物 还没有水的沙漠 显然库姆安普普神庙得以发展的原因 主要是当时的托勒密人在红海沿岸 修筑了大量的军事据点 最大限度地增加了水上运输 我们看到的飞来岛位于尼罗河水道中央 该岛是玫瑰色花岗岩岛屿 飞来神庙现在已经成为这个迷人小岛上最古老的建筑 奴比亚人的国王 第25王朝时期埃塞俄比亚法老塔赫勒加 于公元前七年在岛上建筑了第一所宫殿 之后纳福特艾布奥沃鲁在旁边又修建了一个小的宫殿 认为是为崇拜一祖私生而修建的 奇怪的是这一地区曾经是热衷于崇拜 埃勒番丁岛上的受崇拜的哈努母神的 而后开始崇拜一祖私神 在埃及历史中的后期 埃及的宗教大量描述奥祖里斯的情况 把它私奉为神 专职 职务和福利 据说奥祖里斯的身体的一些部分 就埋葬在菲莱岛附近一个叫百折的小岛上 此后人们开始崇拜奥祖里斯和他的妻子 以摆脱各种罪恶 这个小岛与菲莱岛相连 他在每年的庆典日子 至少得来探望他的丈夫一次 爱神伊西斯神庙做了在这些精美的神庙之中 女伦和围绕着神庙 置身其中好像置身于艺术的殿堂 尽情享受其绝论的建筑艺术和雕刻艺术之美 现在我们到达位于努比亚地区阿布辛贝的拉美西斯二世神庙 是埃及建筑史上最伟大的最艰苦的工程 神庙开造在岩石之中 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 神庙位于尼罗河沿岸 大约63米 在正面的岩石中 刻有拉美西斯二世的坐像 修建这座神庙是为崇拜太阳神 洪洛武和提的儿子 以及白塔哈阿蒙和拉美西斯等 春秋时节 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阳光沿着向南的多极轴线进入神庙 并直接照射到拉美西斯二世的脸上 那是每年的10月22日 拉美西斯二世在神庙的墙壁上 装饰上了他一生的丰功伟绩 战争指挥部 战争场面 教训俘虏 当时的拉美西斯二世是一位强有力的君主 竟想胜利的喜悦 他不仅在战争和执政方面出类拔萃 而且在妇女心中也是非同凡向 他一共娶了八位妻子 有96个儿子和女儿 王后奈法尔塔利在拉美西斯二世心中 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他最爱的就是这位妻子 因此他下令为奈法尔塔利 建造这个学院 以敬奉哈特侯乐神 埃及人把这里当作努比亚地区 敬奉主要神灵的中心 奈法尔塔利在拉美西斯二世的生活中 起到了实际作用 因为他的美丽和聪明 奈法尔塔利是古代埃及语 亦为娇媚的人 现在我们离开尼罗河沿岸 去参观被称为地中海新娘的亚历山大 我们看到有许多小船 在地中海边飘荡着 我们开始游览位于地中海沿岸的亚历山大城市中 希腊罗马博物馆的地下涌道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希腊罗马博物馆的正面 按照希腊一些神庙正面的传统建筑样式修建 正面有六个装饰原柱 该博物馆被认为是现存的少数突出建筑之一 成为古老城市亚历山大一个自然景观 这个博物馆建于1892年 在那之后又经过多次扩建 博物馆内包括隶属于博物馆的一个公园 其中有部分的古迹 这里习惯上被当作露天博物馆 经过多年的经营 目前博物馆分为几大展区 根据不同的时期进行排列 博物馆现在分为27个展厅 这里的展品分别来自中埃及 亚历山大和法尤姆等地区 这个博物馆被认为是重要的博物馆之一 它包括关于史前各个时期情况的巨大图像 亚历山大城市就是以它的名字而命名的 这里是由红色花钢岩雕刻的亚历山大头像 它有许多别于埃及艺术的明显之处 我们可以说这个雕像达到了雕刻的极限 亚历山大的另一个头像是由白色大理石和花钢岩雕刻而成 头发很短 这个雕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纪 这个玻璃牌是女王白尔尼格二世的塑像 艺术家苏夫里尤斯 塞尔姆斯和达勒塔在塑像上签字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 这个苏翔中的女王身披战袍 她的头上有类似战船的东西 在她的手里抓着像船桨的手杖 由于亚历山大是一个海滨城市 她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代表 这是一方面 同时也是地中海的新娘 这是另一方面 这个玻璃牌以苏夫里尤斯著称 因为它设计了这个稀有的文物 这里是一些由大理石和白色雪花石雕刻的 以人形出现的塞比里斯神的雕像 这座雕像中 塞比里斯神以中年男子的形象出现 身披希腊设计的长袍 挂着她区别于他人的额头 及五六头发 同时在她的头上 还有一个用橄榄枝装饰的秘密篮子 塞比里斯神以人形出现的雕像 有的长着浓密的胡子 又无花果木雕刻 再涂上胶泥 最后上色 再涂上胶泥 我们看到的用白色大理石雕刻的神像 大袍一直没有褪色 在希腊罗马时代的亚历山大 除塞比里斯神以外 他的妻子也受到了崇拜 以及他们的儿子 侯勒布盖拉特 及侯勒斯 伊西斯在罗马时代被尊为旧世界的神 这个雕像是来自亚历山大苏丹头领神庙的雕像 在亚历山大发现了许多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头像 这是苏格拉底的半身像 它看起来一副很骄傲的样子 这块藏记牌上 绘着一个骑士骑马的情景 这是一块磨石的藏记牌 上面雕刻着古埃及神庙的正面图案 身披希腊服装的死者站在神庙之前 这是两个罗马士兵的雕像 其中一个拉着孩子的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另一个场面是尼罗河的新娘 如斯芬克斯神一样身披大袍的形象 伊勒在夫二世和白杜里姆斯四世 这是爱神和美丽之神埃夫露代特的雕像 和他在一起的孩子叫埃鲁斯 看样子他正在脱鞋 这座雕像充分展示了艺术家的表达人物动作的能力 这座雕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 埃夫鲁黛特在埃及历史上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由于爱情的原因 克罗巴特拉领导全世界 他与尤里尤斯·盖苏尔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子 他由于爱上了克罗巴特拉而忘记了对祖国的军事责任 尤里尤斯·盖苏尔与克罗巴特拉为伍 在埃及逗留了很长时间 克罗巴特拉在公元前31年去世 是著名的罗马领袖尤里尤斯代表作 这个是罗马君主艾克塔夫尤斯的雪花石雕像 这是一个王后的雕像 这是罗马君主海德雷延的大理石雕像 他曾经访问埃及 他通过尼罗河水道两次旅行 并在现在明亚的邪河村的安提卢布里斯城 以永久纪念在那一地区淹死的城市少年 安都尼尤斯 罗马君主海德雷延是第一个把胡须续成罗马式样的人 因为他对希腊文化十分钟爱 这是一个石柜 四周可有许多景观 最重要的是希腊人的酒神安提尤布里斯 他看着睡着的海德雷延 并在第一分钟之内就爱上了他 随后取他为妻 这个柜子的盖子是希腊人设计的屠宰场的图案 这是罗马君主马勒考斯奥雷卢斯身披战袍的塑像 这个雕塑是在亚历山大的塞伊德戴尔卫视剧院底部发现的 这个塑像当初被放在亚历山大两个广场中的一个 一边装饰 一边装饰 在君主的袋子上有十字架的标志 因为这位君主第一个信仰了基督教 之后基督教通过亚历山大传播开来 在参观完希腊罗马博物馆后 我们回到亚历山大去参观该世的部分古迹 我们现在在亚历山大两个广场中的一个 这里人潮涌动车水马龙 我们下期见 这是坐落在市中心的摩尔斯阿布阿巴斯情侦寺 这一座具有独特风格的金珍寺 亚历山大坐落在一个美丽的海湾中 海岸绵延15公里 工程师迪努盖拉塔斯设计了亚历山大城 将其分为五个区 海岸绵延1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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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埃及军队用于抵抗敌人入侵的盖特贝宝 这里是可以钓鱼的船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